男孩子们想必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小学时一到课间休息 就和同学们来回猜拳 决定谁扮演奥特曼 谁扮演怪兽 但RJ就和他们不一样了 那时的我还想当防卫队的王牌机师 小飞机呼呼呼他不快乐吗 再说了 有奥特曼 你还怕自己能坠机出事不成 奥特曼中的飞机 战车 机器人如此多样 其中人气最高的是哪个 你知道吗 恰巧2022年官方举办的全奥特曼大投票里 就有机械相关的排名 一起来看看大家力推的梦中情机 分别是谁吧 第十名 捷克奥特曼 艾罗一号 怪兽特别攻击队MAT的主力战斗机 最大载员三人 唯一参考了赛车导流版的构造 搭配上经典红银配色 变得相当耐看 队长机则在机身 添加有两块黄色菱形标志进行区分 二者都能在水中进行短暂飞行 简单改造后 也可进入宇宙执行任务 埃罗一号拥有特殊的垂直起降功能 与全具最强大的火力输出 平时以实体导弹为主 遇到特殊怪兽时 亦可装备其他高科技武器 是早期奥特曼防卫队中 现实与科幻要素充分结合的成果之一 机身前十属于实质名归 第九名 特里加奥特曼 对怪兽用战斗艇 纳斯第四号 大家最爱的护士姐姐号 是本次Top10榜单中 唯一一个入围的基地类装备 他的名字 配色 致敬了迪加里胜利队的航空母舰 亚特迪斯号 不过后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使用 而前者作为战斗艇的同时 还是精英胜利队成员们工作休息的设施 在特里加第十五号行动代号飞龙中 吸收完阿布索勒特能量后的护士姐姐 首次解锁为战斗模式 机动性与火力全面提升 集合全舰能力后的纳斯加农 达到了200%以上出力 大结局中 更是吸收永恒核心力量 与真理特里加完成了最强组合剂 针计时器闪光 直到续作特里加Destiny时 护士姐姐依旧作为新生精英胜利队的主力载具 活跃于各种战斗中 第八名 戴拿奥特曼胜利神音号 由SuperGuts超级胜利队使用的多目的主力大型战斗机 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那它应该是迪加奥特曼时期 人类科技技术极大成的体现 最早在迪加第十九话时 胜利队改造的实验机白雪号 出现了最新研究的麦克斯动力系统 这个系统在改造成完全体后 一旦启动即可以50马赫的超高速在宇宙空间飞行 同时 迪加大后期还出现过另一台新机型 胜利飞燕EXJ 它的代表能力是能解体为大小两种机型作战 这点也被胜利神音继承 且因为致敬奥特赛文中奥特飞音一号的缘故 胜利神音可以分解为三台功能迥异的小型机作战 红色的胜利神音α是高速侦察机 主要由飞鸟性驾驶 蓝色的β是作战指挥机 一般由队长等人使用 最后的黄色伽马是战斗巡逻机 驾驶员为梁 合体模式下的代表武器 是三体同时蓄力发射的龙卷雷鸣光线 无论颜值还是实力都相当出色 绝对是RJ小时候最想拥有的飞机之一 第七名 莫比欧斯奥特曼 强击燕凤凰号 又名凤凰突击号 紧接于胜利神音之后 上榜的第二台合体战机 由第15化石追加的高速新机型 燕推进号登场后 与原先活跃的燕飞翼 燕门虎号三机合一而来 本身飞翼和门虎 就可以单独合体为凤凰号 有了推进助力后 其机能提升已达到究极水准 使用流星技术后 强击燕凤凰 更是可以释放威力巨大的冲击光线 不死鸟强席 至于他上榜的理由 不仅是因为造型出色 更因为他是Gas队员们友情的印证 是人类为和平不断进学的体现 正如Gas总监破水真物队长所说 地球需要我们人类自己的双手来保护 强击燕凤凰号他做到了 第六名初代奥特曼 喷气威托 隶属于科学特别搜查队的 主力交通工具和武器 能够垂直起降的万能喷气式飞机 最多可以搭载六人 其名字威托 其实是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的缩写 VTOL独作威托 威托并不是专为战斗设计的机体 相反 他的主要作用是巡逻和侦察 后来因为怪兽频繁出现 被迫四处奔跑 打起了黑弓 武器种类才变得日渐丰富 从导弹 炸弹 再到火箭弹 射线枪 可谓应有尽有 造型方面 威托整体采用了新干线 零系列车相似的曲线设计 即使50多年后再看 依然会觉得他的身上 隐藏着某种人性的魅力 后续在孟比欧斯奥特曼 大决战超奥特巴兄弟 还有欧布奥特曼中 同样都有威托活跃的身影 第五名 泽塔奥特曼 怪兽应对特殊空降机甲 三号级 金骨桥军械库定制 圆匹金骨桥想必大家都见过 它是奥特赛文中一台特殊金属材料 打造的宇宙战斗机械 泽塔中 由军械库回收巴罗萨新人 留下的金骨桥后 重新改造研发 制成了这台三号级 原先的解体功能 在人类手中得以进化 使特攻击金骨桥 拥有了三种不同的作战模式 基础形态为高机动二族步行型 特殊作战步战时 则使用战术分离战斗型 最后如果需要集中全部火力 疯狂滥炸的话 还有酷似坦克的 自走多用途冰装型 可以说是从各方面 都完全碾压前两代特攻击的性能了 当然 昔日碾压过奥特曼的强力机甲 变为正义伙伴 我想这种反差带来的新鲜感 同样是特攻击金骨桥 人气颇高的原因之一 第四名 迪加奥特曼 胜利飞燕一号 胜利队使用率最高的 小型高速量产战斗机 非常干练如同燕子一般俐落的外形 不过他的真实原型却是乌贼 黄色为主的配色 放在平成初期的奥特曼里 也相当大胆 剧中主要由大谷驾驶 并把他当作迪加奥特曼的第二变身器 频繁弹射出仓 极限操作 有时大谷也会和王牌及时新陈双牌 刷新胜利队的维修班欠款上线 后来在特利加奥特曼中 勇闯异世界的近尖光国 还将胜利飞燕一号 改造为无人机样式 继续进行着战斗 本质来说这是台搜索 支援用机 自从怪兽出现后 才增加了导弹 激光 激仔水雷等特殊武装 且胜利队后期出现的许多机型 例如胜利火龙号 胜利蓝色飓风号 都是以飞燕一号为蓝本进行研发的机体 足以证明其地位之重要 第三名 奥特赛文波特号 本次榜单中唯一出现的车型载具 波特号属于奥特警备队专用的特殊改装巡逻车 以现代眼光来看 这样的车型或许有些骨臭 但放在50多年前的昭和年代来看 这样拥有一定未来感的特别设计 真的是相当有魅力 波特号自动驾驶模式时 可以以每小时365公里的速度行驶 不仅越野能力优秀 且在水上空中都能自由活动 车内设备有超导弹 透视光线 甚至躲避攻击用的光波屏障系统 突出一个全能 试问谁不想用波特号 载着漂亮的安努队员 一起去海边兜风执行任务呢 第二名奥特赛文 奥特飞音一号 奥特警备队使用的综合型战斗机 也是奥特曼系列中 第一种可分离式战斗机 细长扁平的造型 有别于大家的现实印象 非常夸张 每当来自宇宙的侵略者开始破坏时 奥特飞音一号便会从富士山脚下 红尾的秘密基地里出动 前去迎击所有未知的危险 与戴拿奥特曼中的胜利神音一样 奥特飞音一号由Alpha、Beta、Gamma 三台机体组成 可根据作战需要决定整机或者分离攻击 不如说胜利神音的原型 其实就是飞音一号 武器看似朴实无华 只有激光和导弹 但飞音一号实际的战绩却出乎意料 不计算平成OV 单看赛文TV里 就有击毁过7种以上不同的外星飞行物 就从这设计与表现 可不得得第二吗 第一名 泽塔奥特曼特空机一号 赛文家 由军械库研究外星改造怪兽 格尔吉欧闪电后 研发出来的世界首台怪兽应对用机器人 除了战斗外 赛文家还需要负责怪兽相关的战后灾害处理 如果没有外接电缆持续供给能源的话 那么赛文家的行动时间与奥特曼一样 只有3分钟 每过1分钟 背后的电池就会自动弹出 手部搭载有魔神Z一样射出的火箭飞拳 便于从远处打击对手 由于不同情况下 赛文家的表情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外加他本身远滚的造型 就非常像吉祥物候选 导致当时泽塔奥特曼播出一周内 赛文家的软胶玩具 在日本乃至中国都迅速受空 如此空前的热度 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以至于后续 赛文家还推出过水中型 宇宙型等等特殊改良型号 试问谁能拒绝这么一个又会打架 又能卖萌的铁皮罐头呢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告一段落 这里是RJ 下期见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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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